主教师 今天这次见到你很高兴 因为我前几年看到 刚才我们两个谈到的这句话 科学教前行万古 爬到山顶的时候 佛学大师在此等待一久 所以我想这句话 不管是学术界 还是在现在的文化界都影响非常大 据我说之外 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想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也是多年当校长的这样的一个人 以什么样的背景下说出这句话 主要我想第一个想问一下这个 是 我在之前十年就跟随南淮景英老师学术学 学过能念经 能切经 瑜伽思理论 还学过这个维时论 我学到这些术经以后吧 就发现现代物理学里很多观念 实际上和附近的讲义观念越来越靠近了 那么这就是我发愿写一篇文章 叫物理学不如潜残境 意思就是吧 要把现代科学里这个最深奥的东西 讲得普及一点 让大家能够听懂 大家自然而然就能发现 现代科学走的方向吧 给福经里头所说的一些重要观念 越来越一致了 你比如像物质 过去我们都以为物质世界啊 就是由一个个砖头组成的 都是一些尸体 对对对 砖头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最后小到原子分子 但不管它还是小砖头 就是由它堆取起来的 但是现代物理学发现 这些砖头吧 再分下去就没有了 对对对 就变成没有任何实体形状的东西了 对对对 这种东西像什么呢 就是像水面上的波那一样 对 或者像像一根弦 对 弦上一整栋 它整栋 对 周围的波 波 对 对 弦上的波 或者是水面上的波一样 对 它不是实体 它是这种一种量 哎 整栋能量 对 整栋的能量 能量越大 那么这个粒子 你质量就越大 能量越小 质量就越小 这样的话物质世界啊 我们看到物质世界 实际上都变成一个大交响乐 是的 是的 或者用附近上的话说 就是海洋上的波涛 对 不是海洋本身 是海洋的波涛 对 波涛这些呢 给人一种 波涛就是海洋 海洋就是波涛 色就是空 空 就是色内 对 就是这样 实际上 它物理学 走到这一步吧 它实际上是 非常清晰的 把浮学所说的 这个宇宙的本质 给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在写了一篇文章的时候 就把我所理解的 这个科学发展的历史 物质这个概念怎么变化 从原来实体变成后来 不是实体 是一种波 对 而且是一种整动 是一种能量 对 是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东西 当时就有个感慨 就写到最后的时候就感慨 这个科学家千辛万苦力爬到山顶的时候 浮学大师早已等候夺食了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浮学啊 跟科学一样都是得认识宇宙的真理 是的 浮学用的是不同的方法 它不是像科学做实验 它是靠禅定 禅定之后的人啊 这个智慧提高了 智慧提高的时候吧 你看到一种常人白色不得欺减的东西啊 对 他一下子就理解了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看一个小孩 他看到很多世界的事情都觉得稀奇不怪不理解 对 但是等他长大了成熟以后吧 他一看就理解了 是的 是吧 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切 给一只一个动物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动物他就不理解 对对对 对吧 对对 人类就能够一下子理解了这一切 是的 这就是智慧提高了之后 自然而然就对其他人不理解的东西理解了 浮学用的是这种方法 科学的方法不一样 科学的方法是要做实验 一个个的实验 试一个个试一个个试 试出真理来 对对 所以科学家很辛苦 在场试验 对 他要做实验 通过一些医器啊 通过很多的判断啊 对对对 分析啊 推理啊 对推理等等 然后做出实验来 对 所以科学啊 他也认识这宇宙 对 但他花了两千年时间 科学才演变到今天这样 对 今天这样吧 发现 突然发现 给副学大师通过禅定在两千多年前认识到宇宙的本质 宇宙的根本一致了 对对对 就是圆起星空 对 也就是所有物质世界啊实际上是一种假象 是的 是本体就是更本质的东西 它的变现 嗯嗯嗯嗯 我说这段话就是实际上是我写那篇文章到写到最后你感慨 嗯嗯嗯我想准确的表达出这种感慨来 于是就说了这段话 嗯嗯嗯 我就觉得确实是这个我一直在想就是这是可能你也是你的一个中介也是你的一种呃 所谓的证物也好或者说是所谓的一种智慧的很深持的一种 虽然它那个文字就是不多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种怎么讲呢 就是它里面有一种力量 就是我总感觉得到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当时想是你什么样的这种呃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出这么很完美的这个一样 而且也是确实是非常站在一种公正和呃这种呃非常合理的一种立场上就是就发出这样的就非常赞叹 嗯嗯对对我自己是学自然科学出生的几十年做这个科学研究 所以对科学的方法很熟悉 那么后来我学了辅学之后吧我对辅学的方法也开始了解了呃 呃我觉得这个这个科学的方法吧呃呃有成功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啊呃 呃物质财富很多是科学方法创造的但是科学方法有极限 他有很多他做不到的对比如他要做实验 对做实验就是说呃无论那怎么人呃呃在什么呃咱呃只要在同样的条件下 连个一样的条件下都做出一样的结果就叫做可重复对呃这才是实验呃 呃呃呃但是辅学呢正好相反辅学啊啊呃呃呃呃ир啊讲的是一個人啊呃呃呃呃呃呃就在能量系里头的话叫寻液发现嗯嗯追寻 你的业力 业务 就是事业的业 追寻你的 遵循你的业力 然后你再能够发现 发现一些东西 就是说 并不是人跟人一样 都能够发现一样的东西 而人跟人之间 业力有差别 能够认识到的东西就有差别 这个与 辅学这种原理 跟科学正好相反 是的 所以科学人 很长时间不理解辅学 认为那是密信 是无疾之谈 是靠不住的 实际上他们不理解 辅学 寻意发现 是对的 所以我相信 辅学的这种道理 辅学可以作为科学的补充 两个不矛盾 他们都在认识 相互相成 相互相成 对 辅学也不应该贬低科学 对 科学也不应该贬低辅学 对 从辅学的角度来讲 世间法都是辅法 对 所以科学也是辅法 爱因斯坦也说 任何一个什么宗教 就是如果跟科学相不相争的走的话 那就是佛教 对 你知道这句话 对 他是说过这句话 对 如果哪种宗教能够给科学一致的话 那就是佛学 对 就是这样的 爱因斯坦还没有看到科学最近的发展 我也在这样想 对 他要看到之后把它会说得更准 对 他既可能没有看到科学的最近的 尤其是良知理修的后期的发展 他可能没有看到 再加上说他可能对佛学的 因为他当时那个时代当中 就是应该是佛学的很多 他没有一层英文 所以说他可能对佛教的更生词的 有些道理 他也不一定有机会了解 而且一层英文你也不行 我就懂英文 我看过那些一层英文的附近 对 你英文 我看到你 以前英文很好的嘛 就是第一批就是 对 到那边去听说 是 那一旦翻译就不行了 是的 有很多词 他英文的很多翻译都是 像不是说不大的话 那就是只是把那个翻文的印 就是直接翻译出来 对 无法 其实无法把佛学里最深奥的东西 要翻译出来 就我看到过这个维斯嫩 翻译成英文的英文著作 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翻译家翻译的 但是一看翻译的东西把意思也都变了 这就像歌血烧痒一样 你这个歌音歌了很大一层文化障碍了 所以我相信安因斯坦他们因为他们不懂中文 不懂翻文 他们不知道这些经历真实的想法 对对对 比如像空 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就很难翻译 对对对对 翻译成英文就是一无所有 对一无所有的 就是他好像空就是现现即是空 空即是现的一种非常深奥的 就远离一切严锁的这种境界 就没办法说出来 对就是没办法说出来 是 所以这个要学佛一定不是光读书 一定要实证 要亲生去实践 实证了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还有这种境界 我以为 aos More ver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